时光真浅 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晚年不被儿女孝顺的父母 多半有这四个特征 作者 逍遥子 让我们一起来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孝顺父母被视为每个子女的 基本责任和义务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许多老年人在晚年时会感到孤独 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子女 应有的关心和照顾 这种情况的出现 往往让老年人感到困惑和失落 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子女不孝 或者是不懂得感恩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子女不孝 而是父母自身的一些特征导致了这种局面 首先 我们要认识到的是 缺乏同理心是影响亲子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很多老年父母在内心深处认为 自己辛辛苦苦把子女拉扯大 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因此 子女理应在他们老去时回报这份恩情 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 这样的心态本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 这些父母往往忽略了子女当前所面对的现实压力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让很多中年人都感到力不从心 许多老年父母并不理解这种压力 他们仍然按照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要求子女 认为子女的一切都应该以他们为重 这种情况下 父母往往对子女的生活 工作安排提出过高的要求 甚至指责他们不孝 不关心家庭 长死以往 子女在面对父母时 自然会感到身心疲惫 甚至开始产生抵触情绪 慢慢地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孝顺的心也变得冷淡 最终 父母晚年生活的幸福感 一定会大大折扣 二 控制欲强烈 干涉子女的生活选择 很多老年父母在晚年时 依然保持着对儿女生活的强烈干涉 过度的控制欲是影响亲子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老年父母 老年父母总是认为自己阅历丰富 经验老道 子女的人生道路应该由他们去规划着走 因此 他们会频繁地干预子女的生活 事无巨细地指导他们工作 婚姻 甚至子女教养等各个方面 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确保子女走上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子女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 与父母当年已经截然不同 很多老年父母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的过度干预 实际上是剥夺了子女自主选择和独立生活的权利 子女在面对父母的强势干预的情况下 往往会感到不满和无奈 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反而更加不愿意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 结果就是 父母越是干预 子女越是疏远 父母希望通过控制 来维系家庭和谐的愿望 也就更加的难以实现 三 情感表达不当 伤害子女的自尊心 情感表达不当 是另一个常见的特征 许多老年父母 在与子女相处的过程中 往往不会直白地表达关心和爱意 而是通过批评和指责 来表达他们的期待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反正木子 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种感觉 的确让人很压抑 也很难受 有的父母认为 只有不断指出子女的不足 才能让子女不断地进步 变得越来越好 但这种方式在现代社会中 往往适得起反 现代的子女 普遍受教育程度高 自尊心也强 他们有强烈的主动性 他们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鼓励 而不是无休止地批评 当老年父母一味地指责子女 而不懂得事实的赞美和鼓励时 子女就会感到挫败和失落 久而久之 便不愿意与父母交流 更不愿意在父母面前 袒露心声 这样一来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 会变得越来越少 亲情的纽带 也随之变得脆弱 父母晚年 希望得到的亲情关爱 也就变得遥不可及 有些父母在年轻时 表现出自私自利的行为 这种特征在他们晚年时 也会对亲子关系 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这类父母在年轻时 往往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很少考虑家庭和子女的感受 他们在做决定时 总是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 认为家庭成员 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决定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子女在这种自私环境中成长 内心难免会积累起对父母的怨恨 子女会认为 父母年轻时只顾自己 从未真正关心过家庭和子女的利益 因而 在父母年老时 他们也就不会真心实意地 去关心父母的晚年生活 这样一来 老年父母就可能在晚年 遭遇子女的冷漠对待 无法享受到应有的亲情关怀 晚年不被儿女孝顺的父母 多半具有上述四个特征 这些特征往往是在父母的日常生活中 不经意地凸显出来 长期的积累 最终导致子女对他们的态度 发生了细微或者莫大的变化 作为父母 如果希望在晚年得到子女的关心和照顾 除了依赖子女的孝心外 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多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多去鼓励和支持 认可自己的孩子 父母应当时刻提醒自己 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愿意倾听子女的想法和感受 在快节奏的今天 年轻的一代生活观 只要选择甚至生活方式 与老一辈大相径庭 面对这些差异 父母应该展现出理解和包容 而不是一味的职责或否定 其次 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干涉 寄予子女足够的空间和自由 成年后的子女 无论是选择伴侣 规划职业 还是决定居住地点 都应有权利 根据自己的意愿 做出决定 父母的支持和鼓励 远胜于无端的担忧与干预 学会放手 让子女在成长的道路上 勇敢前行 这不仅是对子女的信任 也是对自己教育成果的自信体现 父母在表达爱意时 一定要注重方式与语气 一句温暖的话语 一个拥抱 都能让子女感受到家的温馨与力量 一定要避免使用命令式 或者责备式的语言 转而采用鼓励 支持理解的态度 这样的交流方式 能够有效拉近亲子关系 让爱意在细微处流淌 父母与自己之间 应建立起一种 寄予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平等关系 无论是哪一代人 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与需求 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立场与选择 在这样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 晚年的父母 不仅能够享受到子女的关心与照顾 更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 往后余生 愿您晚年幸福 生活愉悦 与子女相亲相爱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